今天在这里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女性摄影师 石内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从早期来看的话 其实你刚才看了一些照片 你可能会觉得日本的很多摄影师拍摄的这种风格是很像很接近的 比如说它跟生山大道跟荒木敬危 那种高对比黑白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像噪点一样的东西 很多颗粒 很粗糙粗广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很接近很相似的 其实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觉得它都是什么生山大道去拍摄的 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 其实你还是能够去看到一些女性视角的 那么之前的这些照片呢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可以去评价的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在过去非常经典 classic的一个日本的摄影师拍摄的作品 所以无论是它的粗广啊 还是很大的颗粒啊 还是高对比 我觉得其实在我很多的Vlog里面也去聊过了 那么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这个项目啊 之前的这些照片是一个项目 那个这个项目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之前美军在日本那边驻扎了 所以会有很多红灯区 所以它在那边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 其实就是美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会有很多 就是那种事情发生 红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红灯区的里面呢 发生的黄色的事情 刚才一下子嘴瓢了 就是那种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账号的人们也不是很有尊严 然后大家也很贫穷 所以会很就是非常动荡的感觉 然后他自己呢也会觉得 有一种内在的潜在的一个不安的在里面 所以从他这些照片里面 其实是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就他对于这个横须鹤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觉得也有很多照片 其实是反映了这种不安 这种粗犷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他这些照片 如果说从这个项目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他这些照片 其实和荒木经纬啊和生产大道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的整个的方向 整个的感觉 他的整个的一个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其实这些作品我自己并不是 不是说不喜欢 只是说我在日本的摄影师里面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作品 当然他的背后的故事啊会有很多 就是和其他的一些摄影师得出来的作品的 这个背景会有很多不一样 但是呢我自己还是会觉得 OK那这个作品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的因为这些作品去被他打动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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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自己觉得最为打动我的作品 是她的母亲这个系列 那么她在这个母亲里面 我可以看到她的一些采访 看到她的一些记录 她就说其实在她母亲生前的时候 她想拍她的母亲她也拍了 但是她母亲非常的很羞涩 不善于把自己感情表达出来 所以一开始是很多时候是不让她去拍摄的 但后来有一天之后 她母亲就让她去拍摄 她去拍了一些母亲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她跟母亲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不能叫亲密 那么的紧密 那么直到有一天她的母亲去世了之后 她就拍一些她母亲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这些遗物 其实为什么一开始我会去强调 或者说去分享感情细腻的东西 有的照片如果说可能你就是超老爷们 其实也不是一个贬义词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 但是我自己去看的时候 看这些遗留下来的物品 剩下的物品 其实我自己的感情是很容易被带入到她的感情里面去的 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就像这样一个摄影师 我拍这些镜物 拍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的感情是侵入在里面的 就是注入在里面的 那么我回想就是过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十一马上我也要回去拍我的家人 然后我去看我过去的很多照片的时候 我也拍了很多家里的一些镜物的东西 就是我在今天去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些镜物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因为我刚拍完 然后我看到我这个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在今天可能过了几年 然后又经过疫情了之后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我看那些镜物 我就能够想到那个时光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岁月的一个时光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镜物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所以说就是室内都拍的这些东西 我自己会觉得还是很感慨的 我自己会很代入的去看这些镜物 它拍摄的这种感觉 就好像就刚刚使用完毕 还留着一些温度的感觉 然后还有它母亲留下来的很多的一些化妆品 很多的内衣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从影像上面来看 是没有那么多技巧的 甚至说它在如果说你不了解背后的固执的话 可能你都不会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套作品 但是你一旦了解了这样一个母女的这样一个感情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当你想要去 或者说当你的家人在在世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每天跟他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不会觉得他有天会离我而去 他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觉得非常普通的 但一旦他们离去了之后 你看他们的遗物的时候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然后为什么就突然的就失去了 突然的就消失了 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去把它抒发出去的 就是它是一股气憋在你的内心 你去跟别人说别人是不会那么容易去理解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 去回想他们还在的这个岁月的时候 你有很多很复杂的感情 所以十内都拍的这些镜物 拍的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他的这种和母亲 其实他们在之前就是像我说的不是那么紧密 他们很多东西可能是没有聊 但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 他在看这个荧幕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对他母亲的很多了解是还不够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这样一个口红的照片 这个口红就是躺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会觉得它首先像一个男性的一个甚至器 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虽然是口红 但它放了这个摆放 我觉得是很像 但是口红又象征的是一个女性 那么史内珠她在采访中 她也去说了 就是她自己是一个不成小孩的一个人 然后她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了摄影了很多自己的生活 那么她的母亲 当生了她是一个母亲 那么她就会通过口红去思考女性 女人 一个女儿 或者说就是做一个母亲 一个女人的一个身份 所以这个口红我自己会觉得 它其实代表了女性的很多方面 可能今天我们就看她是一个老太太 对吧 一个老奶奶 那么你会看这个口红的时候 你会去想她年轻的时候 她对生活是什么样的看法 她是不是对生活是有向往的 当然是有向往的 她自己会去打扮自己 她找到了自己爱的人 她生下了自己喜爱的一个女儿 然后她去照顾她 她可能很长时间 年纪大的时候就没有给自己化过妆了 但这个口红她还遗留在这个时候 而且关键的点是在于 她在生前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去了解过她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能很难去了解我们的 比如说父母他们的化妆间 他们的什么衬衫之类的 他们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可能我们都不会去了解 但是她母亲去世了之后 当你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创作者 把这个口红拿出来去拍摄的时候 它里面所包含的那种隐喻 那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就像我说的 其实我会看到这种性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它这样放的 我自己确实很容易联想到 男性的那种生殖器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它又是非常非常女性化的东西 而它又是女性身份 又是母亲和女儿 我觉得我自己很难把所有的这些名词都 把这个非常详细的去告诉大家我的自己的感受 但是你把这些关键词你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让它产生一个关联 你把眼睛闭上 你想象这些名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张照片是非常有意思的 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看到他关于他母亲的很多这种进屋的拍摄之后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受打动的 我觉得它无论是在隐喻上面 还是在真实的去描述 还是一种怀念 我觉得这张照片都是非常伟大的一张照片 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其实是鼓舞了我去拍摄家人 我相信很多人去拍家人的时候 会觉得拍家人是一个很low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原来我会觉得 其实拍家人并不是那种高级感 并不属于艺术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看到很多摄影师 都很喜欢去拍摄家人 甚至说像室内读 他人生的很多的项目中 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他的母亲 然后他的这样一个他跟母亲的关系 他跟母亲的一个联系 他通过他母亲 他自己去思考女性和世界的这样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鼓舞了我 去更多的去拍摄家人 更多的去和家人沟通 但是我发现 如果说你想要更加深入的去沟通 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他们对于生活 对于人生的思考的话 其实我原来的拍摄还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拍摄 还是需要时间 需要更多的沟通 需要更多的和家人的一些生活 一些观察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就时间在这里面 你陪伴他们 他们也陪伴你在这个里面 时间是让你们产生这种感情 让你们产生这种同样的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所以史内都他也觉得他自己是非常看重 就摄影里面时间这一点的 所以他也说他不喜欢拍年轻人 他喜欢那种很有时间感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也一方面是说 从他的作品里面我能看到 拍摄家人绝对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或者说拍摄家人是一件很low的事情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要拍摄好的作品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需要你放下心来 慢慢的去拍摄 慢慢的去沟通 慢慢的去了解 慢慢的去深入 我觉得这种深入是帮助你 也是帮助你家人 也是帮助这整个家庭能够更加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现在至少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就是 我比他我会更提前去了解这个事情 这也是感谢他 因为我不想再等到哪一天我的家人过世了 然后我再去拍摄他们剩下的这些东西 就像我奶奶一样 我没留下他几张照片 我只留下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两张照片 然后我只能看着他遗留下的东西去想象他最后的那一刻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一点就是 我其实是可以从今天马上再去跟家人去更深的了解他们 然后更好的去拍摄他们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吧 好吧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